哈喽朋友们我是老娜 哈喽朋友们我是老王 然后我跟老娜现在有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啊 就是我家老大王家你啊 嗯 现在是给他送走呢 送出去呢 还是说留在家里继续留在家里呢 现在我们现在一直现在非常矛盾的 因为大家也都知道我家老大特别喜欢打篮球啊 嗯 也有这个天赋 然后他一天可以什么都不干啊 但打篮球是不行啊 打篮球是不行 因为他要是一天他不打篮球 他蹦蹦球了 他难受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啊 嗯 我们这个地方是个小县城 非常小的一个小城市 嗯 如果说你这个篮球 王家你这个篮球 你还想进步的话 你必须出去 现在这个环境已经给你限制到这了 你没法再进步了 进步不了 但是说呢 现在矛盾是在哪呢 给他送出去之后 还怕搬过他学习 因为他学习还特别的好 非常聪明 学什么都特别的快 如果说送出去之后 这两三年 他根本就学习不了了 对 他天天只能修练 两者不可能兼顾 两者 我觉得两者不可能兼顾 如果说你要想学篮球的话 你可能大部分的精力会放在篮球上 你的学习肯定会受影响 嗯 而且父母不在身边 嗯 其实你还贪玩 哈哈哈哈 就是 就是就怕你会影响你到你的学习 对啊 你说把你送出去了 你练了两三年 万一没有什么太大的进步 那那就是 学习也耽误了 篮球也没有进步 那就 就是 现在确实挺矛盾 那你 你爸爸妈妈现在问你 你现在什么想法 你是想出去呢 继续想把这个篮球 继续出去 这么自信 想出去练篮 继续练篮球 现在问题是在哪 他现在是五年级 五六年级 你现在就是 还有时间打篮球 天天晚上可以去续练 对对对对 但你要是上初中了 初一就开始了 晚上回家一大堆学业 你就根本就 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摸球了 没有时间摸球了 现在 真的非常的困惑 现在非常困惑 送去之后 就矛盾 送去之后还怕影响学习 还怕学不好这个球 不送去之后 孩子还这么喜欢篮球 把他这个爱好 给他抹杀了 我们还 我们觉得还不甘心 就是说 特别矛盾 不舍的 特别矛盾 怎么办了呢 怎么办 那我哪知道怎么办呀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请仇人 真还怕 还怕孩子学习耽误了 学习还真的挺好的 就学东西特别快 这个篮球 还想让他继续去打 其实还想去让他 因为孩子特别喜欢篮球 哎呀 真是我们也真是现在 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弄 现在已经五年级了 再不再不做决定 真的就晚了 嗯 行了 咱们今天视频就录到这得了 也行 行了 那个那个 万亚妮万亚奇 跟叔叔阿姨 拜拜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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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视频录到这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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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